驾驶 我引家太大了 我找了两圈才找到你 陆总 你是叫了外卖来给你送蛋糕呢 等我来接上去 这位是 紫荆非常优秀的主持人 他是我的副手 林曼 你好啊 你好 原来是代表酒店来送蛋糕的 你等一下啊 蛋糕给我就可以了 谢谢啊 这个给你 我有话跟你说 这么久没出来 他俩应该是成了吧 他俩最好是成了 你俩不是发小吗 平时你不还能说他两句吗 怎么还怕上了 他做错了我说他 他又没做错 人家就谈个恋爱 我为什么要说着这 我们家男的呀 靠的是百分之一的努力 和百分之九十九的信任 一般人只能羡慕他 无法复制 佩服 这位同事 你要是有什么问题 就赶紧说吧 如果陆总不好出面 帮你解决的 我也可以帮你解决 楼道的感应灯灭了 我确实是代表紫禁酒店 全体后厨员工来给陆总 送祝福的 祝陆总 宏福齐天 子孙满堂 乐哉乐哉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陆近 我爸妈告诉你了 郑董让你给他回个视频电话 他有急事找你 好 行了 行了 你哭一路了 就这么两滴眼泪 快点的 消停点 你敢吓我一大天 有事说事 说 你能不能不清 你在房间里跟 你跟女的 女的 跟她睡了 那都没有吧 那没什么的 女的很不常的样子 那病电严重的 我看到沐浸吃了那个女人 给她饭 顾 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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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得听明白 哪来的女的 做 做什么饭 叫什么 叫什么 叫什么慢 离什么饭 离 离慢 离慢 姐姐 那 那 那 不是一般的女人 那是我们集团副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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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得 我觉得 其实逼人的 有点气质 达达 那个姓黎的 怎么逼你了 他 他以为 我是给酒店送祝福的 还给我拿了个红包 这样单身的红包 我爱人气人 郑红集团的陆总和李总 今天到酒店试查 特地来厨房看望大家 李总 我 我给您介绍一下吧 这位是我们餐饮部 唯一的一位女厨师 顾盛楠 厨艺非常精湛 之前陆总呢 住在一一二三的时候 也是因为她 陆总才留了下来 我听陆总提起过她 昨天我们还见过呢 说是代表餐饮部 去给陆总送蛋糕 是我让她去的 代表紫禁 祝陆总收购成功 谢谢 今天就到这儿了 大家辛苦了 陆总 陆总 我 说说有点儿饿了 要不就在紫禁吃饭 好 那个李总 那个 肯定是饿了 我就安排用餐吧 也不用特意准备 既然大家都这么夸这位厨师 那今天就辛苦你一下 嗨 你还好吗 我有话跟你说 我没话跟你说 林曼其实没有针对你 她也是一个很热爱厨艺的人 为此也去法国缆带进修过 所以她今天只是很单纯地 想跟你探讨一下 霍林顿牛排的做法而已 我觉得没有必要对她有那么大敌意 真的 她越爱锤 她法国缆带 她单纯 是我不配 你之前说的没错 一个物品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的价值 而是取决于它在什么位置上而决定 所以它是法国缆带的 它做的就该贵 你在我家吃也就嫌贵 对 顾首男母的话不是让你这么理解的 你们只是很 单纯地在那儿探讨一道菜的做法 选用什么样的食材 和我去你家吃不吃饭 这是两回事 能能用一个 正常人的思维逻辑来想这个问题 对 我不正常 我没有一个正常人的思维 我在你的世界里 我就是这么这么渺小的一个厨师而已 我到不了你的高度 我不管它逻辑不逻辑的 但是我的逻辑就是你一个人 不可以吃两个女人做的菜 我来这儿不是在跟你探讨 我应该去吃谁做的菜这个问题的 我 真的是太幼稚了 对 我以前是吃了惯他做的菜 但是现在我吃了惯你做的菜 我只吃了惯你做的菜 我承认你很特别 但请你不要太特别 你特别到我已经 我 我 我开始犹豫 我 我 我不知道 你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我就算特别对于你来说 也只是个厨子而已 你是一位厨师 但你 不你 你不仅仅是一位厨师 你还是 你跟我 你 能给我点时间我思考一下吗 我需要确认 你需要确认是吗 我 你要确认 小贺姑跟香姑哪一个贵人 还是确认我做的饭好吃 还是那个黎 黎 我不让你提醒我 你确认好了吗 确认好了吗 好了你就出去 回到你该回到的位置上 我都不知道我的位置在哪儿 我告诉你 宋乔一号 法拉利 总统套房 那个离什么那是面 反正总而言之 你就不该出现在这个厨房里 你会知道我 我的位置到底在哪儿